我们都知道养三角梅要经常给它修剪 但是又有多少花友能把握好三角梅修剪的时间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三角梅到了这个时候 它的枝条会长得非常的快 但是我们把握不好的方法的话 哪怕你剪多少次 它都很难长出更加强壮的枝条来 首先我们给三角梅枝条修剪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就是一定要等到这个枝条成了木枝化 再修剪木枝化或者半木枝化 像这种绿色的枝条 大家千万不要修剪 因为你修剪之后 它从底部长出来的新芽也不够多 所以像这种木枝化半木枝化的枝条 我们再给它修剪 因为这种枝条它储存的养分会比较多 那么长出来的新芽就会更加的强壮 更加的多 而且我们在修剪这个枝条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保留底部大概10厘米到15厘米长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修剪的时候最好是统一修剪 像我这一颗的话 因为很多枝条都没有木枝化 所以我们暂时不要给它修剪 把所有的枝条养成木枝化再给它修剪 那么像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多补点肥 因为三角梅它比较死肥 所以我们要定期给它补肥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干羊分 因为羊分它肥力充足持久 重要的一点是它不烧根 不烧苗 而且又能改良土壤 让这个土壤疏松透气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的三角梅长得更加的旺盛 等到这个三角梅的枝条变木枝化了 我们再统一修剪 整形修剪就可以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 好了 这就是养三角梅的一个小技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